2022 香港果馬打比大賽 明天就上演了 一向放投的加州星球抽到十當 會否影響他針對這場四歲王者之戰 最少四個沙田賽人 沒有頭馬進將的希斯和何宅耀 明天會否憑健康第一 齊齊打破在沙田的滿局 各位朋友 明天有馬跑 一連一度的打比賽日 真是 都算可以說萬眾期待 每一年這個盛事來的 雖然不能入場 但安座家中也可以分享打比那些精彩的 打比賽日用A跑道 例牌的 A跑道經常都說 在外擋上來好嗎 是啊 一來跑道又夠闊 二來不知為何大賽日前 可能做完翻土工程 那個賽道相對偏慢一點 當然這次賽前也有做過工程 對上一次用A跑道大家都記得 完全沒什麼停過雨 所以黏地 有得追一下又有得放下 如果看回前一次的A跑道 亦都是很利追的 所以我自己預測 明天的A跑道相對來說都是 利追多過利降的 這次3T很多多寶給大家掘一下 3T有1,979萬的多寶 這次沒有推出馬 不過有復出的騎士 周進樂和莫丹尼 附伏全部都是 差不多可以上陣的騎士都可以上陣了 不過始終都是那些一線馬都是那幾個大騎士 始終都是 很多騎士都是沒用的 始終都是一線馬都可以上陣了 你現在那些普通的騎士 一般那些只可以騎那些 三線的馬 二線都少 沒錯 前次田太安有4圈 上次莫萊拉也有4圈 你說其他騎士就真的難一點 沒有什麼機會 現在形勢一面倒 沒辦法 是這樣的沒辦法 那些朋友說這樣就容易選馬 集中埋選3、4個騎士 那也是 是啊 如果買Q做膽都應該挺好的 最好是你長一長賣Q 最重要 二中很難中 那關也挺好分的 沒錯 那我們這次當然有打比大賽 除了這場打比大賽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場次去選擇去分析一下 那就選了第四場 另外選擇第八場就當然了 還有第九場 那就選多兩場 那我們先和大家看看第四場 四班千四米的賽事 這組都很重要的 始終三T頭關 分析一下有沒有什麼馬 可以穩陣一點做膽 這場如果降班馬就只有1匹 就是3號的天使獵人 這場說的新聖馬就沒有 相對來說不算很強 上章有上名的就是1號的健康第一 這次排過三檔 A跑道會不會好一點 最近兩次都是跑A跑道 線路精英帶頭 都沒有錯了應該 元朗之星 現在就十四檔 怎樣帶呢 會不會搶回上來跑呢 很久沒試過了 那隻馬很奇怪 其實他1200組段很黏 我擔心就算1400他都未必很快 現在不知道怎樣 馬都不同了近時的 還有事必非非 跑回沙田 他排這個四檔 他一定都是擺在前這個位置 除了這兩隻馬之外 有什麼馬可以擺在前面呢 真的不是很多的 好像不多 流後的馬比較多 這場馬 預計呢 步速就不會很快的 因為不是大家這樣鬥爭 他當然是鬥著鬥著來放 是的 預測可能步速不是很快 這件事都要想一想 你會想清楚 因為很多實力分子在後面上來的 這場 是的 可能這樣才會出爛門也不一定的 不過我們選馬呢 有時也不算那麼多的 忽然間有些不清不楚的 走去推在前面 快了也不奇怪的 那當他比較上有些正常的步速來計算呢 我覺得近期跑得很好的 這隻 對行之星 轉了來 偉達馬房呢 實在真的跑得好 一連串的賽事 看一下這場1200米 其實他嚴短的 我都覺得他嚴短的 打算是1400米才去搜本路程 誰知道這場已經有點飛了 加上同場 你可以看一隻行星夢 對行之星這一場 早段留到這麼厚 追上來 一般的 始終你放在前面團結必勝 二話不說 都是賺了一點點前置跑法 再說二話不說 再出是贏的 還有裡面 金髮聖身 再出又贏 所以對行之星有什麼辦法在這裡 不是超一點 好了 上次就跑1400米 都是排位不好 就縮了在後面 留到很後 他前面都是慢的 我們又如何追法 加上因為排位不好 全程蝕著外跌 這場步速又不是很快 最後你看到 其實欺威心打下去 馬有反應的 不過因為前面步速 不是太快的關係 所以他追來追去 叫做追了第四 都是輸遠一點 但是終點前 撲到前面那三隻惡馬 好 接著復課 偉達伸著在外面拍跳 鬥得實實 閃得快一直拍著它 都落下風 很厲害 你看看 每個個終點都 你看 偉達都不斷撐著 跑了這麼多次 以近期這一課的火氣 特別是飆青的 可以說 零謝 夠火 夠火夠力 轉了過來 真的要 現在已經省了招牌了 其實一連串這麼好 穩定的表現 不過你今次就 都要換人 你拼來拼去都不行的 你關照 稀偉心 一件事 換個巴道上去 巴道這次好像有些座騎 是不錯的 不過他演出就要遲遲的 跑得好的時候 很厲害的 巴道是大師傅 是的 大賽蛇絲 希望他今次 大賽日 聰聰聰聰聰聰 偉達有些馬給他跑 有些馬給他拼 可以這麼說 還有些馬 都想不到 會跑得這麼好 那隻 最有型的馬 很新的馬 大大塌的 好像很鈍 不過Kitty有個數據 今次這隻馬 因為找到 莫雷拉來的執姜 我們看看數據 說真的 剛剛也提過 莫雷拉 剛戰4Win 原來他跟姚本輝合作 今季成績都不錯 總共18匹馬 兩罐六亞三季 賞名率超過六成 當然 用莫雷拉 排著10檔 看看 賠率就應該熱 不過上次的走勢都挺好的 那就沒辦法 一線的馬 就有一線騎司 那就很容易 現在這些 這些當然是這樣的 我們都知道了 這個近期的情況 馬上那次怎麼跑呢 真的拍身看看 對上一次A跑道 看回他出閘 其實出閘好像 都挺低的 起步不是特別慢 但下腳很慢 你看看他 是啊 所以千二他都好像跟不到報速了 可能又有一點長地的關係 他又有一點給他的 越移越後越移越後 你看到莫丹尼都全程騎著了 騎司費又被捉了 加上這隻馬 你看到雖然說全程騎著 早段用力 但是不斷騎下去 這隻馬在條欄裡面 一直都在撲上來 很有反應的 你看他越南越大步 終點前就成為一張朋友 千二當然是短的 好了 復貨在草地拍一隻 打給出賽的那隻三光飛輪 旁邊的那隻過分馬 這貨很厲害 我也有一點點壓住它 款頭和跑支都好像不黃多樣 這麼厲害 看上次有型的馬又大隻 很大隻的 很遭葬 翻部比較慢一點 所以這次立刻增程 放一個莫尼拉上去 在早段 你知道莫尼拉那些勁法的 可能分分鐘給它 騎到不太落後 還有這隻馬騎著有 所以無論如何 跑千四都是適合過跑千二的 這隻馬熱身了一場 現在大舊飯 所以這次 我想和對行之星都可以跑 有得跑 加了騎士上去 還有那些馬 其實大家都撐著它 一直都跑 兩場馬都跑得不錯 就是中橫天下 看看這一場 這場怎麼跑 何良特地選A跑道出賽 其實他初出那場 雖然說外面是來追 但是這一隻何良馬房的 側身馬 初出來說 這隻馬撲上來是有走勢的 同場你看回 偏偏君子星班 亦都跑得好 追上來那隻就是對行之星 這場 落飛冷門就撲上來 對手一點都不弱的 還有那些風繼續吹 催月球那些 中橫天下在這裏 都叫做 不斷撲上來的 他都是要增情的 是吧 那 那些馬房 都難得有一隻 都來得這麼快的 這隻馬現在這樣拍 他都好像有點口 當然了 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很多進步空間 加上前泰安的手 更加 更加 不是快的 走後面的 十一檔都是數後面的 不過這些馬 越跑越進步 你看到那些貨 這個單馬又 比先前 又好些了 這馬來得快 他的樣子 你看他瀟灑的 就是收了身 立了這樣 這些馬比較容易粗氣的 不同說自由營那些 是比較立落的馬 不過款頭自由營好 他就是來得早的馬 可以說 所以我覺得 田泰安這些中環天下 都不可忽視 應該 是加入考慮的 既然他不放手 我相信他 可惜這次排著十一檔 看看部速 鬥慢之下 可能爆最後一段上來都不錯的 還有些什麼 我們要選擇 我們都要選擇在前置的馬 前置的馬 當然每個人都知道 是那隻灰馬 善途青鷹 究竟的進步有多少 你不知道 好像還是 有頭無尾 好像進度還是差一點 但是還有一隻前置的馬 很久沒有在沙田跑 視必飛飛 這隻馬跑到千四 它是有根有據的 近期看一個跑馬地跑 它都不是很差的 其實跑得 很久沒有過來跑 視必飛飛 不知道為什麼要專攻跑馬地 可能覺得路面感低一點 不過如果你看回 視必飛飛每一次放在前面放 不斷鬥爆 它就慢一點 最後都是均速一點 給一些馬 撲過就上去 不過這場 機緣巧合 金絲大將 這些都是中流看處 這次回去沙田跑 賽前整個大閘 很久沒有試過大閘 也有些心機 同場你看到對手 不少很強 起步有運來 都是短途的比較 不過幸好這隻視必飛 看到它早段出閘 又不黏 不斷被兩步又有點走勢 換了一頂藍帽 不戴師傅那頂紅帽 現在換了一頂藍帽 現在少了 東師傅操馬 前師傅 騎完之後 因為這隻馬 可能早段黏一點 也是有反應的 一千米閘 短一點 年輕的時候 火噴噴的 但是事後大閘 埋門這一貨 是厲害的 是呀 好像今季都沒有看過 這個鏡頭 有些聚首感 是嗎 你看到 很明顯 剛才那貨 好像是故意散起 是的 散一散 當時不同了 你看它的意識都是 是呀 初頭這隻馬過去跑馬地跑 是OK的 你想它這隻馬 均速馬 沙田 一千六都到了 跑馬地應該很著數 怎知道 它不適應就不適應的了 跑了一次半次 不適應 兩次又不適應 繼續這樣跑 那就是減分了 反正都不行 繼續跑了 繼續跑了 好了 到這次跑夠了 這要交差的 過回來 沙田跑這個 做功夫跑回千四 趁剛剛這場馬 捕捉不是太快 它可以守個好位 所以呢 一定在那裡的了 這隻馬都 應該在那裡 因為你看回它 季初上名的時候 雖然周俊樂 那時候減多些磅 但是那時候59分 現在已經減下減下 減到53分 扣上減磅 都背著挺輕的磅 所以這隻都要考慮的 如果我們選 說了幾隻 追不追到它 不知道 總之這隻馬 就很有威脅的了 應該是個形勢 對它有慮力 那如果我們選膽的話 選哪一匹呢 當然是駁這隻 韋達那隻 對行之星 他想交差的 當然 人都換了 用這隻12號 對行之星做膽 拖回6號的自由營 8號中環天下 還有5號時必飛飛 連營位置 Q共六著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